嗨,大家好,我是酸 今天我们来吃千里酥的甜品 我馋他们家馋了超级久的 之前是因为运费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下手 然后这一次他们家66的包邮活动又回来了 所以我就赶紧赶紧把我想吃的都买回来 他们家其实发货还挺快的 我是基本上隔一天就收到了 好开心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吧 我想先吃这个,黑芝麻麻薯卷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麻薯还是可以拉丝的 当吃麻薯的话,口感有一点像是在嚼黑芝麻汤圆 这一款就是蛋糕体加上麻薯 我觉得他们家的麻薯比一只兰的要好吃耶 我上次吃一只兰的麻薯就是很难嚼 然后又很硬 他们家的麻薯好软糯,还有一股奶香味 如果黑芝麻能够再多一点就好了 蛋糕体是偏干的 接着是香葱麻薯卷 真的是可以做到每一个都拉丝 看过我一只兰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上一次是成功的被他们家的香葱麻薯卷套头的 其实我还蛮期待他们家的香葱麻薯卷的 好好吃 他们家的麻薯实在是太优秀了 奶奶的 而且他这个好像就是蛋糕体加麻薯 还有外面的肉松 这样的话还好不是很多 好吃耶 我觉得香葱味没有一只兰的那么浓 但是他整体的搭配其实是比一只兰要好吃的 因为一只兰的香葱麻薯卷是偏咸的 接着我们再尝一下这个 芋泥辣松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和 我以为是那种很大和的收到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小的 哇好扎实 不要掉不要掉不要掉 就是一层辣松 然后是芋泥蛋糕体还有麻薯 哇这个好好吃 入口就是一股非常非常浓的奶香味 这好好吃 他们家的麻薯我真的爱的 原来不是我不喜欢吃麻薯 而是我没有吃到好吃的麻薯 芋头现在不是很甜 然后是保留了一些颗粒感的 这个好好吃 哇他们家的麻薯真的好好吃 再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大和吉 就是店家说是全家福 但是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夜幕全非 肉松沙拉卷看着酱 里面就是裹着 肉松还有沙拉酱 我发现他们家的蛋糕体都偏甜 咖啡 咖啡 这边这三个真的就是酱巨多 哇看着酱啊 这一盒是酱最多的 我觉得酱多到我都吃不出这个肉松的味道了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纸巾 没找到 哇 刚刚那一个真的酱巨多 其实它就是很普通的三层蛋糕体叠在一起 然后中间就有巨多巨多的沙拉酱 如果喜欢酱多的话 一定要买这一款 因为它的酱真的多到意义出来了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虎皮卷 其实它还有一个肉松虎皮卷 就是两边都裹上了肉松 但是我觉得今天已经太多肉松了 我就买了一个纯的虎皮卷 我以为这个虎皮卷会很大一个 但其实也还好 没有多大 而且我的手在女神里面算小的 它这一款虎皮很香 能尝出是那种淡奶香的味道 然后酱的话是有一点点咸口 最后一个 香葱蛋糕卷 这一个拿在手上比虎皮卷还要重 快看这酱 我的妈呀 这个是我看某书推荐的 说它是性价比之王 12块钱一个 因为它的酱真的很多 如果喜欢酱多多的小伙伴 真的不要错过这一款 看它酱都多的快要溢出来了 蛋糕体吃起来的话要比虎皮卷的要松软 主要是价格真的好便宜 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有多少酱 一口下去不胖十斤都对不起这口酱 我更喜欢这个 因为它酱的酱真的太松软了 比虎皮卷的酱的酱要松软很多 再吃一个黑芝麻麻酥卷吧 相比之下 这个黑芝麻麻酥卷就清淡太多了 我想把这个芋泥盒子吃完 因为这真的很好吃 这真的太好吃了 好好吃 好好吃 最後一口 這一口為你們 我決定今天就吃到這裡了 如果再吃的話我一定會膩的 為了讓我對千里酥保持喜愛和下一次購買的慾望 所以我決定今天就吃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阿酸的視頻的話 記得給我一鍵三連哦 那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啦 Bye